嘿大家好 歡迎回來到我的頻道 如果你是新來的話 我是Cory 我平常喜歡拍一些影片 然後接一些影片的案子 所以我很常用到一個軟體 叫做Final Cut Pro X 然後今天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學到的一些小技巧 好 我們直接開始吧 第一個建議就是學好你常用的快捷鍵 快捷鍵可以加速你整個剪影片的流程 所以最好是把它們全部都背熟 我來跟你們講一些很常用的預設快捷鍵 好 複製貼上剪切這個應該都不用講了 控牌鍵就是暫停跟播放 那撤銷就是Cmd Z 然後取消你的撤銷就是再回去一次 就是Cmd Shift Z 最常用的切斷就是Cmd B 切掉前面就是Cmd加上左邊的中括號 切掉後面就是Cmd加上右邊的中括號 按V可以直接隱藏你選取的片段或是聲音 我有把我自己最常用的快捷鍵設定成我想要的按鈕 像是切掉前面我就是直接設定成左邊的中括號 就不需要再加上Cmd 切掉後面也是一樣 就是直接按這兩個中括號就可以馬上切掉 那切斷就是在右邊的這個直直的 這個我不知道叫什麼 反正它們三個就會連在一起很方便使用 第二個就是先整理影片再拉進去Timeline 我這個技巧是從Tiler Stallman的頻道學來的 所以我會把連結放在上面你們可以去看 比起一個一個慢慢去給它拉進去Timeline 然後慢慢剪 你可以先在匯入的地方先做修改 然後再一次把它全部拉進去 我來用給你們看 好假設我在這邊已經拍了很多影片 好假設我要先預覽這一段我就會先按空白鍵 它就會播放 好假設我要從這邊開始我就會按I I就會讓它前面切掉 好我要到這邊我就按O 那你就會看到它這邊選去的一塊 然後我再按F 這邊就會再有一個綠色的 這表示你把它變成你的最愛 好那這個片段我就已經篩選好了 好那我再看下一個 好假設我要在這邊我就按I 然後到這邊我就按O I跟O就是In還有Out 所以In就是前面 Out就是後面 好這段我確定要我就按F 然後它就有綠色的 然後表示這一段我已經把它加入我的最愛 好最後我已經都選好我的影片 我就會在這邊 下來按Favorite最愛 它就已經幫我全部篩選好我剛剛切斷的地方 所以我就 全部選取然後 拉進來我的Timeline 我就有一個很粗的一個影片 OK第三個建議就是不要一直重複看你的影片 我剛剛學了剪影片的時候 我就會一直有一個習慣就是 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會這樣做 我就會一直剪完一段 然後我就會 往回播 把它全部再播完 覺得OK了 我再把下一個東西拉進來 然後再剪 然後再從頭開始播 然後這樣子我就會一直重複這個過程 我就會一直重新播重新播 然後剪一個影片就要花好幾個小時 我不知道你們會不會這樣 但是我一發現我會這樣的時候 我就馬上改變我的做法 我現在就是會先把全部先剪完一個大概 然後再從頭開始看 而不是剪一段就看一次 剪一段就看一次 這樣子就比較有效率 然後一次把問題全部解決 然後第四就是 利用Markers標記特別重要的地方 有時候我們會想要在音樂的節拍地方 就是切換畫面 所以我們就需要標記這些地方 我們就可以用Markers來標記這個點 那我就會先看這些波形 然後我就會看 大概節拍在哪個地方 那我就會讓它播放 然後它播到的地方 我就會按M它的快捷鍵 它就會建立一個Marker 好 那這樣子我就標記好我想要切的地方 那如果你有開Snapping的話 就是這個磁鐵的這個黏黏的東西 如果你有開它的話 這個就會變成一個也是黏黏的五件 然後你就直接這樣 它就可以切在這個點 就可以很快的把這些地方都找出來 好 第五就是利用Range工具 好 我們在剪影片的時候 通常都會想要在某些地方 把音樂調低或是調高 我以前的做法就是這樣 你在拉近的時候 這邊就會有一條線 你可以調這個聲音的大小 如果你按住Option 你就可以建立一個Keyframe 然後它就是可以讓你調整時間內 然後讓那個音樂變大聲或小聲 那我的做法就是我會建立四個 然後把這樣子拉下來 這樣子這一段就會變比較小聲 但是我發現這樣很麻煩 都要看說這邊要29 然後這邊要29 所以就要在那邊微調 然後調不到 所以我就發現了一個更好的做法 就是用Range工具 那用Range工具你可以直接按R 或是直接在這邊 選Range Selection 直接選取你要調整的地方 好 假設我是這邊 我就按住拉長 然後我就直接把這一區調低 它就會自動幫我建立這個Keyframe 兩個步驟就完成了 好 最後一個建議就是不要停止學習 這個建議可能聽起來很巴拉 但是很多人都會覺得這樣 包括我自己常常也會這樣 就是 我就會覺得說 好 我已經剪過這麼多影片了 所以我不需要再學任何東西了 我目前也都沒什麼問題 但是一個東西一定有很多種做法 而且一定有比較好的做法 所以你一定要透過學習去一直去 慢慢把你的做法就是進步 然後改變 就是不可以說你一直停滯在那個地方 你只會用一個方式做一個東西 以後遇到不同的狀況的話 你沒辦法去應付 所以要常常去看一些YouTube教學啊 看書啊去多問 然後去加入一些社團跟別人討論 就是這種都有很多方法可以去學習 做越久就一定會學越多 所以不要覺得說學夠了 沒有人會學夠 好 那今天的影片就這樣 如果你有任何問題 你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那如果你覺得有朋友 可以從這影片得到價值的話 可以幫我分享 真的會幫助很大 好 掰掰